其实有时候我们因为网站分析这件事情 我们还会想要知道说 那它大概是什么时候会跑过来看 什么时候 可是因为以前我们好像都没有去使用 商业型的资料就是分析年月日 或周啊或季 可是好像我们不太分析那个时 所以我想把那个时这个概念加给你们 就是一天有24小时 那我们大概几点会是比较多人 想要来去观看我们的资料 这件事情 所以我先增加 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date呢 date我们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修改 好 我们是不是要增加个 例如说时间的资料进来 那所以继续用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好 稍微注意这边是日期嘛 它没有那个时间 可是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加入项目 加入项目 这边我们加入一个项目 插入 我们可以再去看我们的time time 你顺便看一下这几个英文单字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地区分析 我们要去做平台 就是看它是使用什么手机啊 还是桌机啊来去观看 还有就是那个 social 就是社交的一个界面 它是怎么样得知我们的网站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时间 时间 因为我想要加那个日 小时进来 例如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hour OK 点选确定 然后 这边它就会帮我算出来说 例如说 这个资料 那这一个一点两点三点 你有没有发现 就变成一笔 就是这意思就是 11月20号的一点 有一个使用者来去看一次 那这个呢 11月20号 一个使用者来去看五个网页 这件事情 那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越加入资料的时候 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它变成是那个 Decal成绩 就是说 当你 在 结合它 对不对 因为结合这个网页 你有没有发现 1月20号 刚刚本来是不是有很多个时间 没有 没有被 使用到 没有使用者 没有hit 然后 没有hit网页 那是不是就关掉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 你看 这个意思就是说 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们叫出来的资料 它是 哪一天 几点 然后 看什么网页 几个人来去看 然后 看了几次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被我们叫进来 叫进来完毕之后 我们就关掉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做 时间 时间的一个划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 1到24 对不起 应该是从0到23 就是0.0分到0.59分 这个是23.0分到23.59分的意思 然后点击的次数 我们还是用这个好了 直条图 然后所以我们是不是点hit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直接看到什么事情 这样我们大概看到什么事情 这种分析有点像那个季节性分析 对不对 就像例如说 灯格热耗发生在 你们猜 是春夏季 还是秋冬季 夏季 末开始 就要很热很热很热 然后 那个 反正下秋季是最多的啦 可以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这样看 请问1天24小时 你大概就知道说 我们大概是9点 9点 好 开始 到 例如说 这个地方 12点 好 应该是 比较多使用者来看我们网站的时间 那请问 你知道这件事情 对 这个行为模式 你知道了吗 好 那对于我们网站管理 有没有帮助 帮助什么 应该有吧 对不对 好 那个 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 这个地方 是比较 有可能会有人 就是会 网站会有 可能发生问题 好 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有人在 刚好它是什么 白天上班时间 对不对 所以你在人力派遣的时候呢 你应该会以白天 正常上班的时间 应该是我们 就是要派人 或者是说 你觉得问题点 可能会发生在这个地方 你就变成说 写那个 就是 侦测 侦测 我就可以侦测 一小时 这个地方 一小时侦测一次 那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变成 那个 三小时侦测一次 这边你可能就写说 六个小时侦测一次 因为这边根本就没什么人 在观看嘛 可以吗 你们知道 那个网站管理是需要 侦测的 那有 及时监控 例如说好了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管理嘛 就像例如说 台风天 为什么市长 这24小时会在有一个那个 就是待命的情形 这24小时 那平常 平常下班 他就可以回去啦 对不对 好 就是 当我们今天知道说 这个地方 你在做管理的时候 你就会有不同的部署 所以 我现在呢 就是希望说 你们大概知道说 他有一个时间 还有一个日期 日期 还有 还有一个时 这个观念 这是我们网站分析 是需要调查的 需不需要调查 这九点到十点里面 哪一分钟 最高量 可能就不需要了 可以吗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所以你们现在动手来去 增加那个时间的资料进去 来去看我们的时间 什么时候 然后浏览的次数最多